2022海派浪漫光雕秀部的部分内容抢先曝光 这项以镇冰鱼港色彩屋为画布 在2020年首次登场及造成轰动的光雕秀 计划在2022年基隆城市博览会活动再次回归 除了先前很获好评的金鱼猫咪等基隆元素外 还加入了色彩屋周边无所国小 51班共853位小学生的作品 成为展演内容的一部分 这一次这个海派浪漫光雕秀 我想会延续着以基隆的这个浪漫的这一些在地的元素 然后再来做一些创作 那这一次更不一样的是 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一个色彩屋 除了是光雕秀一个很重要的展演的这个画布以外 我们也希望它是成为市民共创的平台 所以我们这一次特别也跟在地的小学来做一些合作 包括巴斗国小 中正国小 正兵国小 以及和平国小 还有中校国小 总共有无所小学的学生 都跟我们一起来做了这个创作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所以呢 这些孩童的这样的一个创作的作品 届时也会成为我们在光雕秀展演的时候的 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元素 就用这种方面更扩大邀请全民共同参与 民众只要在截止日6月9号前 到网站下载图画纸进行创作 并将作品寄回主办单位 就有机会让自己的梦想变成光雕秀的节目内容 被大家看见 我有去看过光雕 然后我觉得光雕它弄得很漂亮 然后我又很喜欢画画 我们希望大家踊跃来投稿 那不管是多大的小朋友 我们都欢迎 那这些创作呢 我们也会让它跃上色彩屋的画布 来一起来把这个平台呢 作为市民共创的平台 同时也让大家看看这样一个有活力的城市 那在城市博览会的时候 大家一起来共创共赏 这项全民真稿活动预计将募集200份作品 希望让正宾渔港色彩屋成为共同创作平台 在疫情期间聚集全台疗愈力量 用梦想与色彩点亮基隆这座浪漫城市 记者张祈腾 金融报导